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已经吹了我的单版相机 转了它的C172 如果你还没转的话 现在就是时候了 timing正好 Nikon最近这么大动作 真的是在帮着你帮着你 Nikon的全片封门相机 最近就upgrade过一次frameware 它的IF就正好很多 有些朋友用过觉得真的回不了床头 很想换Nikon设计 很可惜它们的扣机就一时间卖它 就站在那里得个体质 所以Nikon就推出了一个 史无前例这么庞大的相机出现计划 就安排了相机零售商 就即时用一个漂亮的价钱 就帮大家回收了你们那部扣相机 就立刻就可以拿一部新相机回家 不用你们四个人买 有多方便 这宗新闻 其实昨天一位 就是Nikon收藏家 通知我的 真后老友 我连续上Nikon的官网看看 发现这个计划 原来5月8日已经开始了 到6月30日 虽然还有少时间 问深一句 如果你想交易的话 我建议就早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交易价 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价钱 是市价 每个星期改的 如果你早一点交易的话 我觉得价钱会比较美 因为现在价钱都算挺美的 连一些收藏家都觉得 这个价钱比拿出街买 但是遲些又难说 为什么大家都去交易的话 多了的话 可能那个回收价就有浮动 或者低一点都不定 所以你想换的话 就早一点 一起看看Nikon这个计划 根据Nikon官网说 这个计划有两个玩法 第一个是即场交易 带上你们的相机 去他6间指定的经销商 就可以立刻做回收 立刻拿一部新机回家 干手正脚 不单止 还有礼物 买完相机之后 你上网做一个维修的登记 完成登记之后 你就可以到Nikon的客户服务中心 换领礼物 有什么礼物呢? 我跟着先讲 再讲第二部分的玩法 第二个玩法 就叫做先买相机 后取消 就是说 你如果还是心大心小 不知道捨不捨得买的话 你用这个方法 先买相机 Nikon呢 给大家train的相机 就有四部 一是Z50年镜头套装 一是Z5机身 Z62机身 或者Z72机身 他们的礼物其实都是不同的 如果你train的是Z50年镜头套装的话 那你就可以拿回Nikon store的现金券 300元 或者一个限量版的Nikon帆布袋 哪样好些呢? 你自己决定 如果你trainZ5 Z62 Z72机身的话 礼物更加棒 有什么呢? 800元Nikon store现金券 或者Manphoto多功能背落 又或者Manphoto的三脚架 这两件礼物的话 我觉得都用得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实需要 但是呢 你拿着800元Nikon store现金券的话 就摆明你跟着买东西便宜了800元 真的现金回赠 那你自己选吧 至于六间指定的分销商是哪一间呢? 我免得说了 六间这么多嘛 在上高打出来 你慢慢选吧 总有一间应该方便你 跟着Nikon官方说 这个计划是5月8日开始到6月30日 似乎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给大家提示 你如果有心train的话 就越早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回收价钱 就不是一个固定价钱 是会变的 有些经常买买的朋友 看过这个价钱 就跟我说 他觉得是相当划的 分分钟你自己拿出去买的话 都会明明买到这个价钱 所以我说Nikon大手斌是这样的 大家明白 如果你早点train的话 现在的价钱是很漂亮的 但是你迟些train的话 如果多了人train的话 那些旧机会多了 会不会价钱低一点呢? 我就难说 所以早点做有好处 更加来说 Nikon官网都说 礼品其实是有限的 送完即止 你想选你心目中好的礼品 你想要那件的话 越早做就越好处 OK 方便大家 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究竟怎么办 根据Nikon官网说 如果用方法 即是即场train 总之在train期间 即到6月30日 你带上你一部相机 去到它授权的指定经销商 买它那四部 无事弹一部的新的Nikon 设计相机 同时即场把你一部相机 推给他们 至于这个train价钱 每个星期公布 上Nikon官网看 接着买完相机怎么办 你就回家 上Nikon的保收网 登记了你一部相机 接着在7月14日之前 就凭你的发票证本 和保收卡 去Nikon顾客服务部 就可以换领礼品 至于你想用另一种方法 做train的话 先买机后train的方法 我觉得更加方便更加简单 因为为什么呢 已经不局限于刚才说的 那六间的指定经销商 是有二十几间指定经销商 香港澳门都有 那有多方便呢 做法就是 你先买相机先 就是买了那四部Nikon 设置相机 适当一部 然后你在指定日期 那里上去Nikon的 朗号方的客户服务中心 就可以同时做train和换礼品 当然了 你一定要上网做了这个 保收登记 带上你的 买机的收据证本 还有保收卡 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即是去到Nikon那里 train in 加换礼品 一次过 多方便呢 你说 说真的这件事 其实有些语言 为什么呢 我真的走漏了 如果不是这位Nikon收藏家的朋友 昨天在Facebook通知我的话 我是完全不知情的 他说 这个价钱是相当适合 相当正 制得过 为什么呢 他知道我实际上有数码单贩 不肯卖 他说是时候转机 勸我转这个无反相机 其实他不知道 我已经在早两个月 将我的数码单贩 出了 换了Z7II 我没有告诉他 那说后说 这班Nikon的过去涌顿 是很清楚的 Nikon的相机有特性 科技不做到好 就不会拿出来卖的 过去Nikon的F系列如是 Z系列如是 相当厚悲 加上这次 那些S-like镜头 GG都很sharp 而且出的颜色都很漂亮 所以这班Nikon用家的话 也都是陆续会换机 那说实话 不单是Nikon用家 如果用了其他一牌子的话 你对你的牌子 觉得有些怀疑 有些不满意的话 这次的吹烟行道 没有了一样可以玩到 为什么呢 Nikon相当的大外 这次不单是Nikon的牌子相机 可以trade in 其他牌子 Canon Sony Fujifil 全部都可以去Nikon 去trade in 你肯转会的话 Nikon会受到你玩 无分比资 你有多有大外的精神 只要你挡住他相机 不理牌子 去到这六间经销商 让他看看 看看收到什么价钱 你觉得对的话 就即时可以参与这个trade in行动 OK 这影片就到此为止 喜欢Nikon相机的朋友 或者想trade in的朋友 记得点赞这段影片 OK 这个小小小相当重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铃铛 打开全部 转给上个Facebook的Fan Page 在那里可以问何时的问题 简单的文章答你 複材的牌子和大家说 OK 那顺快剪片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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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